夏天吃啥都没胃口啊 这个麻酱鸡丝凉面 你可一定要试试 真的是无敌好吃 用雪碧卸一点麻酱 这样出来的麻酱有淡淡的甜味 加一勺生抽 米醋 蚝油 盐 最后来点红油辣子 拌拌匀就行 拌面首选这种刀削挂面 配料增加了铁锅山药粉 特别好吃 39块9 倒手足足十大包 煮个两三分钟 再过一下凉 加上黄瓜 鸡丝 香菜 盗上调好的料汁 这么一半 饭菜都有了 不爱吃面的 都能炫三大碗 三伏天是减脂的黄金漆 可以把主食 换成这个葱油乔麦面 这个是非油炸的面 葱油包都带好了 用开水泡上几分钟就行 特别方便 加上葱油拌一拌 配上点黄瓜丝和鸡蛋 就是完美的一餐 葱油搭配乔麦面 真的超好吃 夜宵摊超火的番茄炒面 每次去我都能吃两大碗 自己在家做也特别简单 用这种刀削挂面 有嚼劲还挂得住汤 配料表示小麦粉和铁棍山药粉 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煮上两分钟就行 油热放两个鸡蛋炒熟 并起锅爆香葱蒜 加火腿青菜断生 重点来了 把青菜扒了的一边 放去皮的番茄 加一勺盐 把番茄炒出沙 加上鸡蛋和刀削面 调味加生抽 老抽 蚝油 鸡精 翻炒匀就行 番茄的汤汁裹在每一根面条上 这做法秒杀消夜炭 巨好吃 三伏天出汗多 我家隔三差五 会用海带和冬瓜来煲汤 口感鲜甜 好处还多 比吃排骨还要过瘾 这个海带头 大家可以囤点 它是海带中最肥厚的地方 吃起来又脆又糯 特别适合煲汤 油热 先放入蒜片爆香 先加上冬瓜多炒一会儿 这样熬出来的汤 颜色更白 加上海带头 中火炖十分钟 调味只需盐 胡椒粉 少来点枸杞和葱花 这样做的海带汤 口感鲜甜 颜色乳白 尤其是三伏天 可以常安排 想吃大虾不要再水煮了 像我这样做 不加一滴水 口感鲜甜又Q弹 锅底放葱姜 十五二斤的大虾 再加半包这个盐焗海鲜料 去腥提鲜 狙虾狙蟹狙螺都好吃 盖盖焖五分钟 海鲜这样做 不加水 保留了大海的味道 连蘸汁都不用调 太方便了 吃完的罐头皮不要扔 我们用它来腌酸豆角 配粥配饭炒着吃 都特别香 这个季节的豆角特别嫩 一次可以多做饺 一年都有的吃 豆角洗净 空水后再切 加上屏幕上的调料 最后每二斤菜 加一包泡菜发酵菌 它可以抑制杂菌 腌得豆角又脆又快 不容易发臭发粘 多抓拌一会儿 让盐分 豆角 菌种 混合在一起 罐头皮洗净 用开水烫一下 把豆角塞瓷式 盖上盖子 放到老公存钱的地方 腌上两天就行 这样腌的豆角又酸又脆 一罐正好是一对的量 盖上炸好的红油辣子 就是妥妥的下饭神器 夏天呀 就想吃点清爽的 酸脆爽口的泡萝卜 我家餐桌每天都少不了 萝卜青笋切条 加一大勺盐 腌一个小时 这样做出的萝卜更爽脆 腌出的水分不要 放到干净的瓶子里 加小米辣 野山椒连汤一起加 一大勺冰糖 再加一包泡菜发酵菌 它是天然的发酵剂 腌好的萝卜脆爽不软糟 再加没过萝卜的纯净水 盖盖自然发酵两天 泡萝卜的水可以反复使用 一下天都有的吃 又到了黄桃成熟的季节 吃不完的黄桃 我们一起来做黄桃罐头 自己做的没有添加 甜甜的 特别好吃 选硬一点的桃子 洗净 去掉外皮 再像这样处理一下 桃糊就很容易取出来了 切成嘴巴的大小 加一勺盐 清水 浸泡半个小时 做好的罐头会更甜 选小一点的瓶子 正好是一人份 放满黄桃 冰糖 八分满的纯净水 盖子不要凝 放上就行 水开上气 计时蒸40分钟 趁热把盖子拧紧 倒扣放凉即可 冰箱冷藏起来 一下天都有的吃了 超级简单的方法 赶快试试吧 点击